白海湾的觀光之餐豐富 老年的酒門肉蔵節 今年要結合千古音樂會在白沙灣高班 有個有機會來吃美鳳的肉蔵 哪吃肉蔵哪聽音樂 酒門區有美麗的海灣風景 一向是白海灣的路由性地 酒門區工作為了開店觀光 特別跟市府共同高班 酒門香港音樂會跟肉蔵節 要請市民朋友作為去白沙灣吃肉蔵聽音樂 其實新北市最有名的就是石門肉蔵 那我們在這一次活動裡面 在端午節前我們特別邀請石門16家的業者 共同來舉辦這個活動 那另外晚上我們也結合在地的社團 我們的印象社團跟我們松山社區的協會 我們會一起來辦這個音樂會 大家在夜晚這個海風徐徐 聽著這個浪濤的時候 吃著肉蔵聽音樂會 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享受 另外除了他們來到酒門參加華東以外 苦工作為就提供心態流油 特別整個工作體驗 要讓民眾用傳統的方式來抓魚子 藉由過去我們在地漁民的那種捕魚的方式 安排有千古體驗的活動 那也是這次活動的主要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創新跟創舉 那希望這個活動也能夠讓很多的一些民眾 能夠體驗過去的 舊有時代的漁民的一個生活 以前在砍一砍我都砍五六千塊四五千塊 那現在沒有了 所以你一砍砍就要創這個粽子 那要創一粽子 創起來都要創一粽子 然後創一粽子去搗 今年的肉蔵這多年 會用一百元的肉蔵做回開店 另外現場還有準備一千顆的小肉蔵 要免費送給來參加的遊客 苦工作也提醒大家 看過天然要小心去網路報名 去這裡送給新八七菜方報道